全開 怒批檢調是政治偵辦 儘管檢調已經展開調查行動 但是敗票之後的地方美食饗宴 還是繼續辦下去 十二月二號晚間 台中市烏日區仁德里舉辦環保說明會 演寬恆到場致辭 趙立說完話之後即可開動 那我們看看一下 我們所有像民進黨現在 民進黨現在的這些公投說明會 所舉辦的過程當中 所贈送的這些餐飲 這些水果粽子包子一大堆的 還有草泥粉的這些東西 這個是不是一致性 他們吃東西吃得好 從公投說明會啟動開始 我還真的是沒有看過 對於顏寬恆口中的公投說明會包子粽子水果炒米粉等等的食物 民進黨在地議員直呼真的沒看過 不禁懷疑顏寬恆到底在哪個時空 現在檢調已經很認真去來徹查了 不過這邊先請教一下國民黨的競評議員 看到今天顏寬恆這樣的發言 認為說檢調來查 這個就叫欺人太勝 就是政治偵辦 不曉得競評議員這邊怎麼看 那另外就是說像你在桃園選舉 你怎麼餐像他辦這樣 一次就是這樣四五道菜 給大家這樣吃到飽 沒有啦 夢期我沒什麼錢 那個好贏很有錢這樣辦 像剛才那個寶欽委員也有說過 各地方縣市有各地方縣市文化 但是我剛看那個民視派的那個新聞畫面 那個豬肉肉真的很肥 肉也很多 看起來料很多 那個豬肉大概不知道殺了好幾頭 我在猜想啦 可能啦 而且它是炒麵欸 那個蔗麵那個粉很粗 跟炒米粉又不一樣 以往我們像我們桃園 我們桃園新竹苗栗 桃豬苗 這個客家人比較多 喜歡吃炒米粉 炒米粉的價格比較沒有像炒麵這樣 那炒麵一般也比較容易飽 炒米粉細細的 所以它量那麼多是 我看得有點嚇一跳 我在桃園 我自己在選舉 我當了兩屆議員 我也不喜歡辦這種 只有在競選總部成立的時候 總部成立 那種大場面兩三千人 我不可能準備兩三千人份 那要吵死我啊 我說是不是被吵到 那是我完蛋 我辦一場我就要走路了 所以不可能像如果剛剛講的 什麼80場說明會啊 什麼宣傳會 證監說明會大家都會辦 我頂多就是發文宣發礦泉稅 然後我之前看到很多 我跟我一起選舉的其他候選人可能發一整袋滿頭五六個我也沒辦法 我頂多發兩個一人拿一個一個五塊錢這樣 我還我還談到最低一個五塊兩個就十塊 所以這種事情真的是要小心 因為法務部我跟大家講最高檢察署在2009年11月16號的時候有修訂一個會選犯刑立局 然後到了2011年10月30號在立法院又討論一次 藍綠立委都有人關心就像我剛剛講的 炒米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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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就是藍綠立委都有人問陳明文委員啊 以前的謝國良啊 以前的蔡黃朗委員都有人問過都關心 以前的已故的我很尊敬的一個部長叫陳定南 陳定南先生他訂了一個查會標準 他真的是一身青年包青天一樣 他那個30塊是一個參考價值 是指文宣物品 我相信中理在選舉還有這個柴哥也要選舉的 保健委員縱橫政壇這數十載他也很清楚 我們在做那個文宣品 比如說原汁筆或礦泉水 或者是什麼面子啊扇子啊都講究五塊六塊大量的把錢壓低 把那個成本壓到最低我們可以少出一點這樣 大家都盡量避免超過30塊 我很少看到什麼30塊以上 那個就是會有險價值不相當的 這樣一個不對等的物品 那像這種吃百會 我之前我是建議中二選區 如果是炎家炎患委員 他們團隊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大選舉 我說的大選舉是當全台灣縣市 像明年11月大家都在選舉 桃園中這個這個中部地區啊 全部都在選或許焦點不會像整個電視台 現在集中在中二選區上面 但是你那個選區不要以為你做什麼 我還是覺得這個天理糟糟 法婉輝輸而不漏天理難逃 這個你不要覺得有侥幸心態 大選區別的候選人也會盯著你啦 也會人家都會看 你只要想到舉頭三尺有神明 那個人家都會檢舉都會拍 更何況現在是集中高度的高張力啊 你更要小心 所以我才說 當然站在炎寬恒和他的團隊的立場 難免他會有這種寒蟬效應 嚇到 但是我覺得事前你們就要有一些沙盤推演 就要知道說 可能那個風聲 你們以前什麼樣的一個文化 他說是怎麼台中在地文化 不是啦各縣市都一樣啦 台中在地文化我不相信欸 陶珠廟也會這樣啊 只要是我們台灣的民間 這也是人情 習俗大家都想要吃 我怎麼能請柴哥和保清委員和總理來 我這邊聽我演講 聽我然後我沒有請你們吃一些東西 然後就把你們趕走來礦泉水 你們回去一定會說 黃靖民這很當心欸 很小氣很苦欸 然後我也覺得很抱歉 但是我頂多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造勢場 我請100個人 我大概準備四五十個人份 一四一四 你們有吃 然後有吃一些點心 塞你們的嘴 不要回去說我都沒準備吃了 然後回去罵我很小氣這樣就好了 我不是讓你們吃飽 你們吃飽你們會回家吃啊 你來我這邊吃幹嘛 我也不是把你們當成那個 街邊的好朋友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拿捏的時候特別要注意 當林寬的住院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覺得會對他產生一種氛圍就是 欸接下來他可能就 不敢再這樣子辦 或者他的團隊會更想像剛剛你不是舉例 有一個領長就是說 現在風頭上很敏感啊 今天是沒湯匠 我覺得這樣子也好 可是我希望這樣子的狀況 不是只有中共選舉 未來甚至明年選舉 所有全台灣各鄉政市 各縣市選舉都應該這樣 我真的很不喜歡辦什麼 差別混就豐盛這樣這樣子 真的勞民傷財啦 那個大家也不喜歡 越來越我覺得時代要進步一點 但是台灣的社會人情難免 但是尺度還是拿捏 小心一點比較好 來這種辦這種地方上的說明會 哪要辦得有吃又有抓 這個拿捏要怎麼拿捏 我請教一下翟哥 因為其實昨天林靖也好 或是民進黨議員 最近就出來講 這兩天他們發現 氣氛有點不一樣 因為顏寬恒陣營這邊 他們現在好像辦的這個說明會 會越來越神秘 不告訴你到底 裡面會有什麼樣的活動 可能說我有一場活動 但是如果你要來 你再來聯絡我 好那像林德宇議員就說啦 這個相關的選舉活動 應該要很帶風 不是越多人來越好嗎 就直接說這是你的造勢活動就好 千萬不要再遮遮掩掩 來翟哥有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大家都不記得林家隆說一句話是重點 他說插米粉不是問題 買票才是問題 所以國民黨都不敢回應買票問題 只能砍討這是什麼政敵 不是政敵政敗 是政敗 惡是政敵 不是政治偵辦 是偵辦遏止政治 所以剛才檢察官的這個聽述 其實是經過這幾年 因為台灣民主法開始選總統 一千九百九十六年政敗民主法醫藥 但是整個地方政治 是受到國民黨過期的這個恩賓體系影響 所以這個檢察官 累積二三十年的經驗 知道說插米粉是小條的啦 插米粉就是一個動員 條件動員來 我記得來說 他這個選區五個鄉頂 總共九十例 二百五十八堂 九十例 他如果這件要動算加薩 他要九萬票 一例就是一千票 一千票 他要怎麼買票 我又不可能通開啊 所以你我條件 你給我報票來 你要給我拿錢的 你先動員你給我叫人 我辦一個看 你有那個實力嗎 所以插米粉是去檢驗 條件的實力 所以來那算小條的 八千小條 後面算大條的啦 他現在算上的說 你給我插飛說 我可以動員一千的 結果我這頂你辦的耶 你一頂你辦的耶 結果你要叫五百的 我就給你拍一下 我同樣的給你 所以經常說 他這件要花多少錢 我告訴你 你用這樣來撒就好了 一分 兩半三十塊 一半八十塊 那是只起手勢 買票 買票一票 我告訴你 買票以國民黨過去說三百五百 或是米粉或是米酒 這些有的沒有 現在沒有了啦 一票都一千七條 還不是還要選 他這件只是他選而已 你看 如果是大選舉 比如說近年 明年 二共二年是五合一 五合一 台東 金門 媽祖 都是這樣 一個撒起來 五千 五千一張 一張票 那如果從外國的時候 我記得 離空一半年喔 離空一半年在那身上 有一位小寶的爬章 一個選代表 一個選傳長 撒起來之後 一票三千到一萬 抓到腳 抓到喔 這腳現在還在判喔 我們不要說他選什麼叫什麼 他還在判 現在還在判 離空一半年抓到的 這個條腳 聲林說撒他們買票 結果 這兩個爬章 抓到他 地獎數用以後 反應把他放出來 結果 他動算的沒有動算 結果他們動算 那就是 檢調都開始做這個動作 就是對的 因為他知道說 什麼人動員來的 我跟名字找對著 就知道說 你以後你的動員系統是什麼 我日後開始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他可以找到 到現在還有兩國的時間 所以他們開始要算票的時候 要算這個票 算選票 還算鈔票 在這兩國的 我要有一個基礎下去算 但是我先 你起頭這樣不錯喔 檢調起頭這樣不錯 但是到選舉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過程中的你都知道誰在買票 我就相信說 譬如說在神社那裡 神社那裡的檢察官 那個警察 那個調查局 都不知道什麼人在買票 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要買票 他們都不會成功 你拿到又沒有事情 那是我們台灣這種 黑金正地 黑金正地 那就是 另外一個台灣 還有一個現象叫做 高金現象 高金現象不一定買票 但是是恩惠 他透過恩惠 恩惠就去進行 高金我沒有記象 高金就是說 它有很多很多錢 高金現象 很多很多錢 恩惠 恩惠 什麼叫恩惠 我有一個媽祖的經驗 媽祖說恩惠政治 有一個媽祖叫催淚 催淚 催淚是說我剛才那個孟茲對不對 孟茲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打麻將 然後有一個孟茲年 就一口就要淹出來 不定三千塊錢 我投資我投資 然後不行不行 催淚 催淚 這是一種性 一種去菜市場買菜 他現在看這台阿嬤 就剩一堆 剩一堆差不多三百塊左右 他說姨姨姨 多少錢 三百塊 這樣就基本上一千塊 他找一趟 那個那個那個 平常是在做 這種是不是 這種是不是買票 這是買票 但是他平常是用這個來買人心 所以整個台灣還沒脫離 還沒脫離過去 維權時代的這個恩惠政治 我等一下會再說 我嚴重是我們台灣這個地方政治 現在這個黑金和固金 這個體驗是百條的 所以不是民進黨的這場 是黑金和固金的這場 這是最重要的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這個現象 是 這選舉 大家真的是千萬不能僥心 因為現在檢調真的已經動起來了 除了說這個地方上 大家講的冬瓜餐 檢調要好好查之外 現在國民黨好為了要護航 這個顏寬恒 居然把林家隆給拖下水了 不過今天林家隆的最新回應 已經決定要提告了 為什麼林家隆這麼生氣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來請教朗東 我又不imerk切 用心 你就